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好 很高興在今天的哲午可以看到大家 我們今天這個哲午很高興邀請到這個 應該算是新科的法律碩士生 然後知道教授是我們許忠麗院長的 宋醫修先生 來討論一個 現在蠻重要的 然後也是蠻麻煩的一個主題 就是黨產 然後還有這個蘭國體制的主題 那因為上禮拜 上上禮拜剛好通過1號大法官試制 就是說確定這個黨產條例竟然是合憲 可是在這個試制裡面其實 可以說也處理了一些問題 也呈現了一些問題 但是其實也留下了一些問題 然後比如說這個法治國的原則 這個轉型正義的裡面之間要怎麼用掃 然後其實它有涉及到一些困難 就是說 剛剛這個開始前 我們跟這個義修稍微就是聊天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說 其實在全世界的民主國家裡面 大概只有台灣有這種非常特別的 這種黨產的問題 除了因為台灣特別的這個民主化路徑之外 另外一個原因也是說這個其實 比如說這個 台灣的這個黨產問題的案 這個個案證 好啦就直接叫國民黨 對就是這個 這個黨產其實有很多是寄生在 當初是寄生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國民黨的這個覆水組織 所以說它會造成日後現在 如果我們要用一個 當產 類似當產條例的東西來追討的話 其實它還是會遇上一些困難 那當然我們也沒有辦法 等一下我們也沒有辦法 應該是沒有辦法 也絕對沒有辦法 在等一下的時間內 把這些問題通通都談完 但是呢 因為我想經歷了義修士這方面的專家 我還特地去印了他的碩士論文 來這個讀 所以就是 我們學術界常常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你的學術作品基本上呢 會讀的人可能不超過十個 對 有時候可能是只有三個 就是 特別說我們這個 這個寫論文 就是 你自己還有兩個審查人 就這樣子 對 就是說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剛好最近也比較忙 所以也沒有空把它全部看來 稍微有瀏覽一下 對 就是說 我覺得 能夠處理這麼一個 非常具有現實性的這個問題 其實是非常值得 這個 鼓 令人感到非常的 就是說 正奮 然後也是非常值得鼓勵 對 那我就不再多說話 好 那我們就 不當我們時間 我們就請義修 來跟我們 談談今天的主題 呃 大家好 我叫宋義修 對 然後我今年 四月底 剛完成論文口 是五月畢業 然後現在剛入行做實習律師 對 那 呃 因為還 就是運氣還算蠻好 蠻公逢其盛 就是 在寫這論文 然後寫完之後 過沒多久 大法官就做出了這個 就是很有歷史意義的解釋 對 那 我今天的題目 呃 黨人才錄 講到它不是我論文的標題 但是後面那個不是 就是 論文標題 就是沒辦法寫得這麼 呃 這麼 活潑 對 那 我現在復標取了一個 叫做當善條例 如何逆襲黨國體制 對 那 我取這個復標 因為我今天 其實我今天 比較不想講太多 就是法律論理上的 討論 對 因為可能就是 呃 在座可能 也不是法律本科的人 那對這個可能 也 也比較 聽了會比較 硬啦 比較沒興趣 對 所以我今天想 以一個類似說故事的角度 去討論說 黨產條例 跟黨國體制 跟黨產時間的關係 什麼 對 首先看復標叫做逆襲 那什麼叫逆襲呢 就是 我原本被壓著打 那 我過了一陣子之後呢 我來那個 類似 找到一個轉機 開始反攻 然後打趴 這個才叫逆襲 對 所以我們既然要講逆襲 那我 就 表示我今天要講一個類似 我今天想用一個 類似說故事的方式去呈現 就是 以前 在黨產條例出現之前 我們在處理黨產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去做的 那 碰到了什麼障礙 那 有了黨產條例之後呢 黨產條例如何 幫助我們用 更 妥善的方式去處理 黨產處理 等等 對 好 那 首先先簡單的 想跟大家簡介一下 就是 黨產處理的狀況 對 那 這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 就是 類似年表的東西 對 那 2016年的時候 就是 我們小英總統 他 很快樂的獲得了 就是 國會 民進黨所思國會過版 那 那一年 二月的時候 就是國會議員上任 然後 馬上就是 五個月後 黨產條例就過了 這個其實 非常快 我會說它很快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黨產條例 第一次禁立法院的時候是 2002年9月 對 所以它從2002年9月 比如 拖拖拖拖拖拖 拖到 這一屆國會議員上了之後 端端五個月就搞定 所以這真的很快 好 那 馬上就是 就是 條例通過之後 馬上 黨產會就揭牌 開始上工 那 上工之後 馬上上工 然後到現在 黨產會 他認定了 九個負責組織 就是 九個國民黨的快樂夥伴 那 他認定的 不當黨產的價格 現在 他認定的 就不是已經追回來了 是他認定是 不當黨產的 金額大概是 七百六十八億 那 這邊有追回來 現在大概一千二百五萬 那中間 有很大的落差 因為 我們現在是一個法治國家 你被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 就是行政國家 對你 做某些 影響你意義的事情 那就可以打官司 所以現在其實 絕大 幾乎所有案子都卡在法院裡面 那我們可能要看之後 既然大法官已經處理完了 核心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能 接下來就是等著看法官 會怎麼去處理這些問題 那 那 黨產會運作的重點 我覺得大概 我們可以分成五個 其中最重要的是 是 第二跟第三個 因為 因為我們要處理 黨產 黨產他這個 東西就是 除了 我們就直接講白國民黨 除了國民黨的潛潛之外呢 還有國民黨他的快樂夥伴的潛潛 我們也打算一起處理 因為他的快樂夥伴 以前 跟著他一起處理 作福 所以 黨產會最重要的 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去認定 誰是國民黨的快樂夥伴 就是負責組織 那 負責組織的定義 我就直接打在檢報上 這個是 黨產條例裡面法條的用語 OK 那 再來就是要去認定說 國民黨跟你的快樂夥伴 你們手裡都是這些錢錢 哪一部分屬於 不當當產 那 什麼叫不當當產 定義我也直接打在檢報上面 對 那這個法條用語給大家看 看破有的大概一下就好了 那 當產會在認定完這些東西之後呢 他接下來要做事情 就是 叫你把血套回來 就是命移轉財散 那如果你的東西已經不見了怎麼辦 可能會不見啊 因為 房子可能會被拆掉嘛 土地可能會賣給 無辜的人 你不可能被無辜的人 去把他的快遞要回來 所以如果東西已經不見的話呢 會有個東西要追徵 追徵是這樣的法律用語 他其實白話意思就是 這種東西不在 但是 你總是有拿到錢 你總是有換到錢 把那些錢吐出來 把那些等價錢吐出來 那 再來 也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 我們都知道 有一種動作叫做脫產 那 你今天手上幾百億的資產 你知道要等著被 國家 搶回去了 你一定會試著把它全部拋售 就試著把它盡量脫掉 那 所以 當上會做的 最後一天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去禁止他們處分財產 好 那這個是 簡單的運作情況 那 我們接下來 很簡單看一下 上上禮拜 大法官做出來的 這個 793號解釋 那 前面就是 這一圖 前面那一堆文字 我們就是 看過就好 那我要請大家注意的是 我畫粗體的這個地方 畫粗體的地方呢 他大法官說了 他說 呃 前面這些東西大法官說 啊過去 那個 威脅統治啊 反國體制很不好 那我們現在民主轉型了 然後我們 我們應該要去處理 過去留下來的不好的東西 然後 但是 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用 呃 當善條例 制定之前 的法律去處理的話 可能會碰到一些障礙 那 就是 用以前的法律去處理 會碰到困難 對 所以我們現在 需要一個特殊的法律 要搭上條例 去處理這些東西 那 我今天要 我今天想講的 呃 主軸就是 這個困難是怎麼來的 這個困難是什麼 啊 這個困難是怎麼來的 這個困難跟 黨國體制 有什麼關係 我現在 所以我今天主軸會放在這裡 OK 好 那 所以我 呃 就開始講故事 我們先 我先從 就是過去 的當善處理的經驗開始講 然後一路講到現在 好 那 呃 過去當善處理的經驗 我分成五大部分 那是 民間輿論 調查報告 當善條例早案 當善處理專案小組 跟民事訴訟 那現在看不懂沒關係 我們慢慢聽就好 好 首先是民間的 輿論 就是其實 呃 大家可能會覺得 黨產這個 議題開始炒熱是 差英文 上還是後時 對 但是其實 黨產 不當黨產的這個東西 從很久以前就有人 注意到 並且去 開始試圖去 呼籲大家說 欸 這邊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大家 要不要起來關注 注意 可以處理一下 那 最早最早在 解嚴之前 在 甚至蔣介石來活著的時候 就有人開始去 跟他 吵說 欸 不好意思那個 總統總裁 你那個 你們政黨的 財產答應是不是不太對勁 你要不要 就是解釋一下 那錢應該不是你們的啊 應該 感覺是從國家那邊 幹走的 你要不要還過來 對 大家應該 就是對那時候的意思 稍微有了解 就是其實在那時候 要講這件事 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那時候 做這件事的人 叫做福正 就是照片上這個人 他那時候 在很有名的 自由中國 這個雜誌上面 就寫了 呃 執政命眾黨產 有兩篇文章 然後 就是自由中國 是一個當時 呃 蔣介石稍微 就是比較能容忍的 一個政治意義雜誌 所以 整個自由中國人 就是滿滿都在批判 國民黨這樣做不好 這樣做不好 這樣做不好 對 那福正在裡面寫了 兩篇去批判 國民黨黨產的問題 那 那個時候他主要是 就是 去批判說 在黨國議題之下 有一些 我們不能很直接說 他是 錢 從這邊轉到這邊 但是我們可以說 有一些 利益 應該是 應該是國家要拿到的 但是卻被國民黨拿走了 對 那 那 在那時候看這件事 其實風險很大 那大家 可能有聽過 自由中國後來 下場的證號 就是 很有名的雷震案 那 復正後來就是 也因為講了這些話 就被抓起來 然後就被送去做 大概 我竟然做了大概十年 好了 對 才數了 那 解嚴之後呢 就是政治的氛圍 比較沒那麼肅殺之後 開始有一些 商業雜誌 有一些 學者去 著書論 去討論 去告訴大家說 欸 國民黨的錢很怪怪的 那 那個時候其實 討論 那是學者 是以經濟學者為主 那 那 那是很有名的 一本書叫 就是 這邊打出來 這本書叫 《解構黨國資本主義》 他的作者之一 大家可能有聽過 是陳思夢 陳思夢 是作者之一 就是 當時就是 我就是六個經濟學者 他們那時候 原本的 原本他們是想研究說 國營企業 要如何轉型成民營企業 因為那時候 政治自由化 接下來 辦屬的政治自由化 他們想去做這個研究 但是做研究的途中 發現 不對勁的地方是 黨營企業 這個東西 在國營事業裡面 佔的非常特殊的角色 如果 不去處理 黨營事業 的話 沒辦法去好好討論 國營事業要怎麼轉成民營事業 對 所以他們後來就寫了 就寫出了這本 這本書叫 《結構黨國資本主義》 對 那這本書其實 還蠻精彩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找來看看 好 那 接下來 接下來呢就是 呃 陳水扁上台的時候 就是台灣第一次政黨人體 那大家 呃 可能知道那時候的 政治氛圍 政治情勢是 執政黨是民進黨 但是民進黨在國會 並不是多數 甚至也沒有 也沒有過半 那時候國會 其實是由 國民黨和親民黨 兩黨 就是聯手掌握了 多數 席次 所以那個時候 對民進黨政府來說 是一個 呃 算是嘲笑 是所謂嘲笑也大的局面 對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 背景先題 OK 好 那 呃 監察院裡面的 黃黃雄先生 大家可能有聽過這個名字 黃黃雄先生那時候他是監察委員 他率先提出了一份 他用監察委員的名義去做的 調查報告 那 這是 中華民國史上 第一份 由中華民國政府官方機構所出具的 剛才調查的報告 那在這份報告裡面呢 呃 去 很想 去主要是針對 戰後 國民黨來之後 把一些 呃 那以前 底線台灣是日治時代 所以台灣其實 日本人走的時候留下 很多日本人以前的房屁產 那這些東西理論上 應該是要歸給國家的 理論上 但是 國民黨來之後呢 就 不知道為什麼 有好大一部分的日產 就變成國民黨的黨產 對 那這份調查報告其實主要是針對 呃 那一批應該屬於國家的日產 但是卻變成國民黨的黨產 對 那時候他就做了一份調查報告 然後 呃 在調查報告裡面 經常又要求行政院說 行政院對於這件事 應該要徹底處理 好 那時候行政院 就是收到調查報告之後 喔 可以叫我徹底處理 好 那行政院開始施主去處理這件事 那行政院做了什麼呢 行政院 呃 因為 從這次行政上來看 民進黨那時候只掌握了行政院 對 然後 他們沒有掌握立法院 那這個背景很重要 這個政治形勢帶來很大的影響是 他們沒有辦法通過任何法律 去授予行政權新的權利 所以行政權那時候 他只能用 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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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的權利 像現在有當餐條例之間 很方便的東西可以用 他那個時候只能用 既有的 權利去處理 去試圖去調查 處理不當當餐 OK 那 首先行政院先 找了法務部來說 欸 那個 我現在要處理 國民黨的這些有問題的財產 那 法務部你要幫我 幫我生個 我們 想必個新法 對 送個草案去立法院 看可不可以過 那 你幫我生個草案出來 好 那法務部 就 OK 他就找個學者來開會阿 研討阿 然後後來就 交出一份 我稱之為 初代 當餐條例的草案 交給行政院 OK 行政院拿到時候 2002年9月 把這個草案 送進 立法院 那 但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民進黨這種 草案送進立法院 在泛藍 在國會多數的政治情勢下 不可能過 絕對不可能 那 其實 講不可能過已經算是很客氣 我們如果去翻查 就是 那十幾年來的立法院公報的話 就是立法院所有開會記錄的話 國民黨和親民黨這些泛藍字 他們甚至 不讓政府草案有任何討論機會 幾乎沒有上過 幾乎沒有好好討論過這個東西 OK 好 那 他們 所以 那時候民進黨政府就 把這個東西卡住 這條路行不通 他們 就 開始掃別的路 一條路是 我們 我們試著去 打 去法院 打官司 去打民事訴訟 去跟法院說 欸 那個 國民黨 竊贈國家資產 法院請你主持公道 叫他們把東西管我 OK 好 那 除了提起訴訟之外 當時民進黨政府 他們做的另一件事情是 他們試圖在 既有的法律框架之下 盡最大可能 用手上少少的行政權 去處理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那時候 成立了一個 黨產處理專業小組 是設在 財政部的 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下面 那這個小組 在做什麼 他們的動作就是去 清查政府內部的官方文件 去看哪些 呃 成就哪些國家的資產 被 國家轉給國民黨 去清查這些資料 那 全部查出來了之後呢 他 拿到 OK 我現在查出了 呃 所有 國家成績影響力的國民黨的資料 那 這時候 他就找國民黨來 找他來幹嘛呢 因為 他沒有調查條例嘛 不能叫人家 沒有強制力 要國民黨把錢交出來 他就把國民黨找來 他說 欸 請坐我們喝杯咖啡 討論一下 這些東西可不可以還我 那想當然了 就不可能吧 對 所以 其實他們那時候的 呃 要把一點點東西 但是 非常非常有限 大概 就是 如果我們用土地面積來看的話 國民黨大概只還了一點多趴 對 就是他調查所有 就是應該返還給國家的法地產的土地面積裡面 國民黨只還了一點多趴的土地 那 那 這些東西都很詳細的記載在2004年 就是 那時候是馬尊夫時代 那時候 那個 財政部提出了一個 就是 呃 過去這個檔案處理專家小組 去處理黨產而已 這個 檢案報告 對 那裡面有很詳細的去記錄 這個 就是讓他處理 專家小組去 找國民黨協商 請說 欸 會不會 這筆東西可以還我啊 這筆東西要不要還國家啊 我不要 我不要 這些記錄 全部都寫在那個專家報告裡面 好 那 所以 在 呃 這些 在當時民進黨政府可以做事情之中 可以看到就是他其實非常的 做自由主 就是 他們做事情非常有限 所以 我那時候就 我就覺得說 欸最有 討論最有觀察價值的 應該是 就是主題畫下來的這個地方 就是 民事起訴的部分 呃 為什麼會覺得他有價值呢 因為 其實 法院是一個很 很講 很講自私程序的地方 你今天 案件進法院了 法官就一定會要兩邊 把你能提的資料全部提出來 讓我全部看完 做個決定 然後 而且這些案件其實 很多 都打了 呃 好幾年 甚至十年 十年以上都有 對 那 反反覆覆 麻煩的案件 可能前前後後有將近十個判決 所以在這些判決之中 我們可以很清楚 就是看到法院很詳細的去試圖整理 雙方提出來的說法 以及法官自己在這些資料之中 他看出了 他得出了什麼結論 都會很詳細的記錄在法院的判決裡面 所以 以對我們這些學法律法律系來說 呃 我們最後就是去觀察 法院的判決裡面 到底寫些什麼 對 所以我主要 在這個地方我主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去整理了當時這些案件所有的判決 去試圖觀察說 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好 那那個時候呢 他們主要起訴了七件標的 那我從左到右上到下介紹 左上第一張圖片是板橋 板橋民族路 那時候板橋民族路那邊有塊土地 被就是在黨國時期被中廣拿走 就是宮娘的快樂夥伴 中國 趙紹康那個中廣 被中廣拿走 然後他們就是去邀徒萬華 那 往下那一張是 呃 彰化 彰化分 彰化分原也是 中廣拿了一塊 從國家那邊拿了一塊土地走 那再往下 這個是嘉義 民雄那邊 也是 一樣是中廣 那再往下 這是台南 現在是國賓大樓 然後那個時候 從國家手上 把那塊地 轉給了 國民黨黨營文化事業之中的一個 叫做中華日報社的媒體 對 那從那右邊 最上面那個在淡水巴黎 一樣是國家土地 跑到中華手上 那再往下 這個是大家應該很熟悉這個街景 他在西門町六號出口 出來那個 曾善 好像曾善美戲院嘛 對 那那個地方在日治時期 其實是一個叫 新世紀戲院的定理院 那那塊地 在國民黨來了之後呢 被國家送給中運 然後才變成現在 曾善美 然後再往下 這個是 花蓮民族路那邊 一樣是 國家的土地 被送給中廣 對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都是 被國家送給 公民黨的快樂夥伴 好 那主要是這七個標的 那這七個標的 前前 快的 就是案件比較快結束的 打就是 一神二神三神打完 三件 那 這 其中比較複雜的 比如說像 板橋明珠那一件 前前後後 打了 超過十年吧 我記得 那累積的判決大概 八件還十件 那 花蓮那邊也是打了很久 這其實 所以其實前前後後 這新案件累積起來 的判決大概 我記得大概有四五十個 對 好 好 那 呃 我 好 那 不好意思 那時候 我把這些東西 就是它全部掃 全部整理完之後呢 我把 這個採轉 採轉移轉的類型 我把它主要分成 兩個 兩個大類型 一個叫 一個叫接收日產 那包含這四個案子 然後一個叫政府出資構定 然後包含這三個案子 那這個分類的意義是什麼呢 那 接收日產 那接收日產的四個案子 它的財產 日本人 跑到 政府手上 在從政府轉 跑到國民黨手上 好 那 左邊的這三個案子呢 它們 取名叫政府出資構定 因為它的 類型 跟原本比較不一樣 它不是直接一塊 國有土地送給國民黨 它是 國民黨 變了一筆預算 給 國民黨的快樂 可是是 中華民國政府 變了一筆 預算 然後把錢給 國民黨的快樂夥伴 讓國民黨的快樂夥伴 中華 去 買下這些土地 所以 這之間的 這他們 兩個案件 這種兩個類型的案件 其實處理起來的 法律關係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 區分 出來之後呢 就是可以 觀察到說 法院在處理這兩種類型案件的時候 它的 重點 是 它的重點擺在不一樣的地方 以 接收日產來說 法院 他們討論的重點會是 這塊土地所有權 離轉的這個動作 它合不合法 對 那 以 在政府出資構定這個類型之中 他們 法院去討論的主要關 主要重點是 中廣 你跟 政府之間的法律關係 到底是什麼 因為 像我剛剛講的 它是政府編一筆預算 然後把錢 給中廣 中廣拿這筆錢去買這些土地 所以 政府把錢 編給中廣 這個 動作到底意味在 他們之間有什麼法律關係 那如果說 可以把法律 這個關係解釋成 政府 委任 中廣去 買這塊土地 幫政府做事的話 那就代表說 如果這個 論證成立的話 那就表示 這塊土地 應該是政府的 因為是政府委任你去買的 對 那 如果是 但是 如果可以解釋 信託的話 那就更好辦 那就是 我把錢交給你去辦 幫我買東西 你幫我買東西 東西你買回來 當然是我的 但是 如果他們之間的關係 被解釋成 單純補助的話 那 結果就會完全相反 因為 我就是收政府補助阿 你給我就是錢阿 那我拿到這裏補助之後呢 我要去買什麼東西 是我的自由阿 那我買到東西 當然是我的 對 所以 他們之間的法律關係 怎麼去定位 會影響他 那個財產到底會歸屬於誰 好 那 這邊 還是必須 給大家看一下 一些 很無聊的法條 對 這個是 他們 那時候起訴 對於接收日產 就是 土地直接從國家變 裡面 那個 國民黨黨一世界所有的 這些 案件裡面 很重要的法條 那 明碼767條說 所有全員對於 白話來講 就是 這筆土地是我的 不知道為什麼 被別人幹走了 我可以請法院把這筆土地 就是 叫他把土地還我 很簡單 好 那 760條這個已經刪掉了 對 760條說 不動產的 這個遺轉 必須要有 書面 也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 一張紙去寫說 OK 我現在要把 這給土地或這棟房子 轉給 誰誰誰 否則的話 這個遺轉是不可法的 好 那還有一條是 國有財產法 那 國有財產法規定說 在什麼情況之下 這些國有財產 可以遺轉給 私人 那這三個 這些是在 接受日常案件裡面 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們反 吵來吵去 就是圍繞這幾個法條在吵 好 那 觀察完這些判決之後 我發現了 我剛剛整理出 四個 在法律上會碰到的障礙 對 那第一個是 刑事合法性 刑事合法性的聲音 就是去爭執說 呃 就是大家 這個 你可以就發現 像我剛剛講的 他們會爭執說 這裡 這個土地 轉給 中廣的過程 這個動作 合不合法 對 但是 如果我們仔細去想 葡道財產這個問題 它的根源是什麼的話 就會 意思到說 其實問題根本就不在 土地轉過去的 這個動作合不合法 根本的問題就是 應該是說 為什麼國家你會決定 把這筆土地 給他 你這個決定怎麼來的 為什麼是給中國 不是給我 對 那 當 就是當我們把問題糾結在說 東西 遺傳給 中廣的這個動作 合不合法的時候 就表示法律那時候 根本就沒有在管 國家 為什麼會決定把這筆錢 給中廣這個公司 那 那 那 國民 就是中廣那一方 他提出各式理由 就說 那個 這個是 所謂 轉帳國有 轉帳國有什麼意思呢 簡單解釋一下 轉帳國有意思就是說 呃 以前 中國民黨在 中國大陸 打仗 跟日本打仗 那時候 中廣主張說 我因為 幫國家打仗 我有 受一些損失 那這個損失 理論上 國家應該還我 那 國家 錢不夠嘛 那國家就把 這筆土地當作 那些應該賠我錢 給我 這個叫 轉正 轉正 或者說作駕存帳 就是 他主張說 國家原本就應該給我一些補償 只是 這筆 國家沒有錢 所以用這些土地來補償我 那 但是這個 這個理由 在 對法律來說 法律完全就 不去甩說 這個理由 合不合理 就是 他完全不去甩 國家 到底 今天說 我把這筆土地丟給 轉給這個私人 他的理由是什麼 法律完全不去審查 他決定審查 你把這個 土地轉給這個人 這個法律動作 合不合法 那他就會去吵說 呃 你有沒有符合 國有財產移轉的 這個程序規定 或是 你有沒有符合 物權移轉的 這個書面契約的規定 只要你有符合 那理論上 那原則上 法律就覺得 OK喔 那這個比土地 轉過去的過程是合法 那就合法 OK 那你就 土地就要不回來 那 而 但這個完全不去管說 就是土地的理由 對 那所以 其實從 那些判決 你可以觀察說 判決 呃 有贏有輸嗎 那 判 民進黨政府 判 國家贏的這些判決 他的理由都是 那財產移轉的程序不合法 不是 你那時候根本就沒有 把土地給他的書面契約 對 那 判書的也是說 OK 那時候 符合程序 那符合這些契約要求 那完全沒有去管說 國家是怎麼做這個決定的 那 第二個 問題就是 形勢法律關係的認定 就是 這是比較著重在 我剛剛 提到的那個 政府把 先把錢 撥給 中廣 撥給這些東西 撥給這些事業 那再由這些公司 拿這筆錢去買東西 去買決定 那 這事件就會牽涉到說 呃 為什麼國家會把錢撥給他 就是 我們今天如果 聽到 民進黨政府 決定 撥一筆 呃 用國家預算 批一筆預算 送給 譬如說 這份超商 好了 大家當然 就覺得 該為什麼你可以把納稅的錢 給私人公司 對 但是 在那些 呃 訴訟案裡面 法院同樣 沒辦法去審查說 國家為什麼要把錢 給他 法院只能去 去處理說 當國家把 錢給他的時候 他們之間成立了什麼法律關係 對 那是 補助嗎 還是信託 還是委任 就糾結在這些狠行事上的法律關係 而沒有辦法去處理說 為什麼要把 國家要特別點點預算給中廣 那是 是不是因為中廣的特殊地位 啊 會不會是因為中廣他的前身是 就是國民 會不會是因為中廣是 所謂黨贏文化事業 那這個跟黨國體制之間有什麼關係 這些 討論在 法院 在那些訴訟案裡面 完全看不到法院去做討論 對 那再來 碰到的一個很麻煩的地方就是 法院會請大家去尊重 當時行政機關做出的判斷 比如說 嗯 反 因為 遠到的方 就是國家這一方 就一定會去 就去爭執說 OK 你告訴 你現在只審查程序齁 只審查有沒有符合程序 有沒有符合書面要求 好 那我們現在就 主張說 當時的財產移轉 沒有符合這些要求 那 大家都應該都知道 不動產移轉 一定要去地政事務所登記 對 所以地政事務所一定會有個土地轉登記的紀錄 那 法院就會拿著這些基因素來說 欸 地政機關 他既然都已經幫你辦完登記了 那 想必 你那時候有符合程序要求 他才會幫你辦你登記 法院很尊重 地政機關 行政機關 在當時已經做出的判斷 而不會去 跟 生意省區 去審查 當時的辦地政登記 這個動作 是有沒有 然後 符合程序要求 他只會看到 OK 地政機關幫你辦了 那 我就當作 你那時候有符合這些程序要求 就變成一個很套套邏輯的觀念 永遠沒辦法去炒到最核心的重點 那 在 在板橋民主路 按一審的判決邊講 就是 可以看到一個 就是更 我就是覺得更 可以說更扯的一個狀況 欸 因為那個時候原告就主張說 呃 一般你翻看地政登記資料啊 那 後面一定都會 有一個 被 有一個說明啊 去說明這個 不動產移轉的原因跟過程 但是 我去翻這個 當時的地政登記資料啊 我只看到 這個土地 確實在那個時候 從國家移轉給中廣 但是後面的東西 全部都是空白的 相關的移轉紀錄 全部都是空白的 對 對 那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問題啊 法院你幫我 你幫我主持公道 那法院怎麼說呢 法院說 呃 我們這個 登記資料的保存期限啊 已經過很久了 都已經消 真的資料 當時 乘上來的文件資料 都已經銷毀了 我們已經無從去 明瞭 就是你無從去 討據說 當初為什麼 地政機關要受理這個案件 那為什麼在 那個 相關資料會 都是空白的 對 但是 我法院 我基於保護人民權益的立場 這些資料 雖然他已經被銷毀了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這個資料找不到 而去影響人民的權益 這邊的人民指的是中共 對 就會變成一個 就是 不會讓原告方就覺得 蛤 隨便人都給你講 就是 嗨 原告方完全就 會愣住 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能反應 對 因為 好你告訴我說 你只在乎程序 那我給你少 我給你少程序要檢 那 我搬出 當時的資料跟你說 我覺得這個資料有問題 你告訴我說 資料已經寫下去 這代表他們有問題 我今天 指出資料漏了什麼地方 你跟我說 就算漏了這些東西 但 登記已經 我不能因為行政機關 疑似這些資料 而對人民做不利的判決 對 很尷尬 那 這個 這個判決裡面講的東西 又更誇張一點 對 這個判 在這個判決裡面 原告是 就是 國家正義嗎 是主張說 當時有國有財產法 那 國有財產要移轉 必須經過 國有財產的主管機關 就是財政部 他必須去 做一個審核 但是 我們 現在 左看右看 我都覺得當時這個 怎麼看都不可能符合 國有財產法的規定 啊 法官你看一下 那 法官看了看就說呢 這壞土地齁 已經 當時財政部 轉了 那就表示 呃 人民的現在是值得保護的 我們不能因他事後說 財政部 那時候決定有錯誤 為理由 去侵害人民權益 對 所以說法院 在那個 在這些判決中 他展現了對行政機關 非常高度的包容 只要那個時候 行政機關說 好的東西 法院 約則上 就覺得沒有問題 就判斷是沒有問題的 對 但是 大家 想想都知道 就是 那時候行政機關是誰關的 講法就是國民黨管的 那 國民黨管的行政機關 呃 說 OK 這筆錢給國民黨的事業 那 把這些東西轉給他 那 你過了若干年後 回頭來 法院跟我說 這些東西移轉 既然是行政機關說可以的 那就表示 法院 那 我法院就相信他 OK 那這些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是那時候 碰到很大 也是很大的一個障礙 那 最後一個障礙是 我 把它叫做 行政機關自身的統一性 那 什麼意思呢 呃 比如說 好了 就是 因為民進黨 那時候是 執政 那時候已經執政 對 那就表示 比如說交通部這些 行政機關是 他們可以去 原則上 呃 行政機關如果 在民主化之後 發現 過去我做了一些 好像不正確的決定 我想要 推 我想認錯 去推翻自己的過去的決定 那 理論上 我們好像要 我們 直覺會覺得 OK 你願意認錯去改變 過去做出的錯誤的判斷 我們應該要樂見其成 但是 法院 在這個地方就說 呃 行 我們不能 法 我們不能容許 行政機關 法官 在 人 在決定已經做成之後 過了這麼多年 再回頭去推翻自己 過去所做出的決定 因為這個 因為你這樣會 背叛人民當時 對你的信賴 對 就是說 你不能隨隨便便去 反規當初做過的約定 這是法院那時候說 這是法院那時候講 判決裡面講的話 對 那 這是 當時 辦這些案子的法官 就是 真的都看不出哪裡有問題 其實也不近 在 西門町六號出口 那個 那塊土地的案子中 法官就直接 很坦白言 無奈的跟你說 好啦 我看了 你們在哪邊提出來的資料 OK 我也覺得 以現在的法律概念去看 當時的 東西 是有問題的 但是 我認為 本 本願難 任以今日之法 一切有不妥之處 但 以難以今日之事 論足日之非 對 什麼意思 就是 好像說 喔我看是有問題了 但是 我不能拿今天的法 我不能 因為我今天看 因為當 的確是符合法律規定啊 你要我怎麼辦 就算我法官自己也覺得 財產的依存 國家把這些錢 把這些土地 莫名其妙沒有理 也就給私了是有問題 但是他就符合法律規定啊 對 所以我依照 法律我就只能這樣判 我也很無奈 OK 這是法院 法官直接寫在判決筆的東西 好 那 看了這些東西之後呢 我就覺得說 好像 以過去的 法律去處理 黨產 確實會碰到問題 那我就開始試圖去找 去想 為什麼會處理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 我就開始去 試圖去 瞭解 當時 威脅統治 黨國一體制下 發生的 那時候政治狀況是怎樣 那 簡單講 解個結論就是 那時候 國民黨 他 所謂黨國體制 就是國民黨控制國家 那控制國家進入 他就可以控制社會 那 你就導致不到黨產的形成 那什麼叫控制國家呢 呃 三個層面來看齁 首先第一個是 中央政策委員會 這是 成立在 中華民國政府最高的一個委員會 他的主席就是 當時的總統 蔣介石 那 這個委員會呢 理論上應該與會成員 包括 中央各 部會的 首長 司法院長啊 立法院長啊 行政院長啊 行政院長啊 行政院各部門的首長 副首長 全部都在這個會議裡面 那 這個會議的主席蔣介石 所以意思呢 就是蔣介石他藉由這個委員會 去 從最上端 控制的 國家所有部門 不只行政喔 包括司法 跟立法 都在控制的範圍之內 就還有考試 對 全部都在他控制的範圍之內 那 呃 在中央政策委員會之下 國民黨當時在 全國各級 中央或地方機關 OK 從 各級中央地方機關就表示 部分行政 部分立法 從 比如說從中央的行政 到立法院 然後行政院底下的各部會 乃至於地方政府 新竹啊 台北啊 桃園 各地方政府 以及地方議會 裡面都有國民黨黨團 這個組織的存在 對 那 什麼意思呢 就是 這有點像是一個控制鏈 中央政 中央政策委員會 可以 控制底下這些手掌 然後再藉由這些 各機關組織裡面的黨團組織 去 然後控制 那個 該機關可以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好 那 再更 如果我們往下挖的話 在地方基層 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什麼叫民眾服務社 這是以鄉政為單位設置的東西 對 那 以我 自己老家 我是新竹人 我是新竹主東人 以我自己家鄉為例子的話 新竹東的正公署 旁邊就有一棟建築物 以前掛牌叫做民眾服務社 這個就是國民黨組 他永遠都會設在 那個鄉政的公所隔壁 對 放在隔壁幹嘛呢 放在隔壁就是 看你在幹嘛 對 好 那 還有就是在 那個時候 呃 國民黨黨員的比例 是非常可怕的 對 在中央的話 國民 可以 在中央的話 黨員跟 就是沒有 有黨員沒黨員其實 比例是5比1 你抓6個人 裡面會有5個國民黨黨員 只有一個不是國民黨黨員 那 如果你放在省級的話 是1比1 你放在縣市級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這個數字有點複雜 就是8比13 對 這是 知識者事後 整理當事資料得出的結論 所以 我那時候 我翻完這些資料之後 我的結論就是 藉由這些 林林總的一些 組織跟這些黨員 數量龐大的黨員 滲透進 各個中央地方機關裡面 那國民黨去控 幾乎可以控制 整個國家地區 這是公路園 啊 對 公路園 不好意思 好 那 國民黨黨產在這個 制度下是怎麼形成的呢 呃 我這邊參考的是 政大的歷史學者 李福中老師的 的整理 它主要整理出五種分 五種人 黨產的類型 OK 第一種是 接收日產 接收日產 很顧名思義 就是 日本人那時候留下的財產 主要 主要是普通產 那 日本人走了之後呢 變國民 變 理論上應該是國家的 但是國家把這些 普通產送給國民黨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 不是日產的 過路財產 對 對 那比如說 呃 大家 可能聽過救國團這個東西 救國團就是一個常常 佔用國 國有財產的一個組織 對 因為救國團就頭頭是獎金國 那 救國團那時候在擴張的時候 可能就是到 桃園去 看一看 就是我在桃園想要有一個基地 然後就 救國團團的行為去桃園地方證 那時候說 欸那個這塊地撥給我啊 我已經跟中央講過了 中央說OK 然後 然後 地方之後就 哇好像就點你了 對 這些地就是這樣來的 那 第三個是 黨互通國庫 國庫通黨庫隨便 對 那 這樣講可能有點抽象 當然 我舉一個 學者 學者整理出來的一個例子 叫做特種外匯 特種外匯 特種外匯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在當時的 當時的這次狀況之下 其實對於經濟制度 也是由國家高度管制的 但是那個時候 你要進口東西 你要進口什麼東西 到國內來 就是政府都是有配額的 對 那 但是 有一種東西叫特種外匯 特種外匯就是 不用買政府的配額 我只要拿到特種外匯的許可 我就可以進 我就可以不用管這些配額的 去進口這些東西來 那特種外匯是誰 特種外匯是 是誰發的呢 是國民黨的財管會發的 那 你要誰可以申請特種外匯呢 首要條件是 你要是國民黨的黨籍 你要是國民黨黨員 再來就是 你跟國民黨的外交夠好 對 你可能 這句話後面就牽扯 可以牽扯到很多利益 利益的 就是錯綜複雜的利益結構 對 你為什麼可以從國民黨手上 申請到這個特種外匯的許可呢 可能 可能是你 塞錢給 某某某啊 或是你跟某某某他好合作啊 跟國民黨你告訴他好合作什麼 之類的 總之這個東西是 在國家當時的外匯配制度以外 國民黨開的後門 對 只有國民黨黨員可以領 那 只有國民黨能發 那 第四種是 黨民事業 黨民事業 跟前面的例子又比較不一樣喔 它不是把東西 或是錢 從國家手上拿來 它是由國家去 用法律禁止人民 經營某一種事業 然後國民黨再去發展那個事業的公司 比如說 當國民黨今天想發展證券業好了 他就先下一個禁令 就說 OK 經濟部現在明文 發明立下去喔 全國 以後 要經營證券業 必須要得到政府許可 OK 然後國民黨再成立一個證券公司 去申請許可 然後經營證券業 或是 呃 國民黨今天想經營保險業 他就 保險公司成立之後呢 跑去跟誰簽約 跑去跟軍方簽約 你今天是軍方的話 你看到國民黨 是國民黨黨營事業的保險公司來 你會跟他簽約跟其他保險公司簽 你今天是其他保險公司的話 你知道這個 軍方這邊 雖然這個 這個案子的 呃 很龐大 很有利可圖 但是你知道你的競爭對手 是國民黨黨營事業的保險公司 你敢不敢去跟他搶 對 這個是黨營事業的拆散來源 那 再更 手段如果再更柔和一點的話呢 既然國家是由國民黨控制的 經濟又高度受這個國家管制 那就表示 整個經濟政策是國民黨決定的嘛 對 那 所以 國民黨可以藉由 呃 反正我都掌握了接下來 經濟政策的走向 那 我接下來打算發展什麼產業 我就先成立那個公司 然後 然後 壟斷了整個產業之後呢 再由國家去推那個經濟政策 大力培植 那什麼產業 美其名就是 啊 國家在發展 像我們現在 比如說 我們現在主要是發展 重工業啊 鋼鐵工業啊 對 那但是 你細看的話呢 呃 鋼鐵工業的這些 全國大公司裡面 好像 好像 都只看到國民黨的 國民黨成立的公司 其他公司根本就沒有那個能力 跟資本去跟他行政 然後這國家在大力托持 那個經濟政策 他們就可以從 就是 這種利益 比較像那種 應該由人民拿到的市場利益去刮癌的 比較 沒辦法去說 他真的是從國家手上移轉過來的 對 那第四種就是 那最後一種就是很直接 就是 強制的人塞上 對就是 呃 大家可能有聽過 國發院 業家的 土地的問題 對 那 那個就 很直接很粗暴 軍 憲兵 憲兵 卡車就直接開到你家門口 OK 軍人拿這個槍 走進你家 誒 當家坐職是誰 說來說來說來 帶回去之後 拿一張土地移轉的 那個契約 然後賬都幫你刻好了 說 誒 來 這個土地 用這個金額賣我 OK齁 好 蓋一張 土地就這樣過去了 對 這是 就是 相對最簡單 但是也是 也是非常粗暴的一個方式 那 用一張圖是 嗯 這可能看不清楚 就是它是一個 古學者整理出來的 國民黨黨民事業的 組織圖 對 大家可以看到 反正總之裡面的產業 是零零重重 信息版 就是幾乎涵蓋了各個領域的產業 你從 金融業啊 到證券業啊 保險啊 到做藥的啊 做化學 做化學產品的啊 做鋼鐵的啊 做 石化燃料啊 全部都有 好 那 痾 那既然我們那 只是 過去碰到這些 過去碰到我們剛剛上次講的障礙 那今天黨產條例 通過之後呢 黨產會去 怎麼去認定 就是 怎麼去認定說 誒 這些財產是 不當黨產 它應該是國家的 不是國民黨 它怎麼去突破 過往 免費的限制 那 我把 國民 我把黨產會上路之後 認定為 不到黨產的 財產 我就是整理出來 我一樣分成兩大類 第一大類是 形式上違法的 國產轉的黨產 第二大類是 形式上合法的 遺政養黨 那 形式上違法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黨產會認 認定說 在財產遺轉的當時 其實就已經是違法的遺轉 對 只是 整個國家制度 整個國家基金 默許這個違法的遺轉 一直存在在自己 那 另一種就是 遺轉的時候是合法的 對 但這個合法 的背後 非常耐人詢諱 主要是這兩種 那 我簡單整理了 就是 國民黨和他的快樂夥伴 提出的抗電 比如說他們會說什麼呢 地震計畫已經審查說 可以登記了啊 你沒問題吧 或是說 你怎麼可以說 我土地取得是有問題的 行政面當時說可以給我啊 或是說 國偶產局說可以給啊 省政務說可以給啊 或者是 國民黨我們打算 抗議戰爭燒了很多錢耶 這個是國家說要賠給我們的啊 對 那 另一邊是就是 刑事合法 在刑事上合法的利益訴訟 他們的說詞就變成說 呃 像黨營失業他們就會說 欸 黨營失業這個 贈派經營啊 你看 我們的錢都是 正當一分一毫 真的是賺來的啊 我們不是搶誰的啊 或者是說 那我們雖然拿到國家 我們這個 土地是 我們是跟國家有簽約的啊 我們雖然 我們是要買的 對 或者是 我是 美營廣播公司啊 我幫政府做廣播宣傳 我拿政府補助 好像也沒問題吧 或者最 現在 吵得最兇的 也是目前 單 單一 不當黨產的 數的最高的 婦聯會和烙軍捐案 那 婦聯會和烙軍捐案的 認定的金 被黨產會認定的金額有 360幾億 億喔 對 不是萬喔 那 烙軍捐是什麼東西呢 烙軍捐是 呃 當時 你只要是進出 你只要是做進口事業 你進口 你用美元為單位 進口外國獲領的時候呢 那個錢在過銀行的時候 銀行會自動從中間抽 好像5%還是3%的錢 存在銀行的一個特別的賬戶裡面 這個賬戶 這筆錢 就是婦聯會的烙軍捐 那 婦聯會會說 婦聯會他們的說法是 喔 這個是台灣 各地進出口 進出口的工會 對 那個工會自己決議說 欸 那個國家現在就是 很窮困啊 我們 做商人的 不能商人無主國 我們要響應愛國行動 所以 我們決議 我們公會決議說 好 以後我們每進口 一美元的貨品 我們就從裡面扣個 3% 5%下來 當作愛國捐款 對 那 呃 婦聯會的說法就會說 就是說 欸這個是各公會自己決議要捐的 不是我拿槍逼他捐的 對 也不是我用法律去逼他捐的 就是他們自己自願捐的 好 那 呃 黨產會的認定邏輯是什麼呢 當然會首先他 去 先去建構了 當時的 整個黨國一體的 你說 如果去看黨產會的主分數的話 他在認定每一筆不在黨產之前 他會 無厭其門的再三去強調說 當時的政治形勢是怎樣 當時就是黨國一體 所謂黨國一體 由國民黨 由國民黨的統治集團 控制 然後控制整個國家 那 這個 黨國體制權力頂頂就是國民黨 那國民黨權力頂頂就是蔣介石 對 好 那 這個政治形勢跟 不到哪有什麼關係呢 呃 首先 對於那些 形勢上 違法的 財產專程 就是國 其實 當國人認定說 欸這筆 土地 這筆不動產 當時從國家手上 轉給 私人的時候 當時就已經違反 當時的法律了 只是 整個 國家記憶從上到下 從行政院到省政府到國有財產局 全部都對這個違法都還視而不見 在這種類型之下 黨產會的 論證是說 我覺得 當時你們這些政府機關的默不作聲 放任違法狀態的這個現象 是 當時黨國體制 威權統治所造成的 那 既然 是 黨國威權統治所造成的 你們這些默許 那我今天沒辦法容忍這個違法狀態繼續存在 所以我去 所以我 所以我 藉由認定當時是 黨國體制 去 再進一步去認 去認定說 嗯 你們放任這些違法狀態的程序是有問題的 去認定這些是不當黨產 對 那 對於形式上合法 但 耐人屬位這些利益屬上 黨產會有認定方式 嗯 他會去認 他會去認定說 因為這個 就比較先到個案 那 會也不太一樣 那 比如說在 中投行業議台 這個是黨民事業 黨民事業 國民黨的抗病就是說 欸 對手黨民事業這些 控公司的成立 是 黨員 捐錢 我們一人捐 一百塊 兩百塊 先成立一人一筆 基金 然後再用這筆錢 去做生意台 越做越大 那 那 黨產會在黨民事業的案子裡面 他就認定說 首先 我們 我們仔細去檢查了你們在那個年代 黨員名證 我去點了人頭 我點完人頭之後發現 這個人頭數 乘上你們聲稱的捐款數 根本就跟當時成立的 成立這些公司的 這筆基金的數字是完全不對的 也就是說 成立這筆公司第一筒金 根本就不是你們說的 從黨員捐款而來 那 即便是 黨員捐款而來的 但是 我藉由 爬出過去的史料 爬出過去 政府機關的命令 我發現 你們經營的產業領域 根本就是 國家 先用法律 禁止人民經營 你們再用黨員事業去進去 獨佔這個事業 收拔而來的利益 所以 我藉由認定 過去的威脅統治 進而認定 你們當時的 市場 市場的優勢是 利用控制國家來達成的 所以你們這筆錢 雖然是從市場上賺來的 但是是不當的 對 那 或者是 在 復聯會的落區捐款裡面 當然會 爬出文史料之後 他做的 他做出的結論是 好 雖然形式上 這筆錢 是公會 決議說要捐款的 好 那我也翻出 公會的 公會的那個記錄話 公會的確有 決議說 我們同意 大家就是 會員 投票響應 那個 我們愛國 所以我們每進口 1美元的貨品 我們就 貼個3% 5% 一個國家 但是 當產會同時也挖出了 當時 國民黨 找這些 技術國公會的 代表開會的 會議紀錄 對 也就是說 當時 國民 復聯會呢 他就 發函邀請 就是 就是 技術國公 各金組 公會的大佬 OK 我們來開會討論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 很缺錢啊 對 你們可不可以就是 捐點錢給 富聯會 給國家 給富聯會 我們去幫助國家這樣 那我們來開會討論一下 好不好 那 我不只 邀請 公會大佬 我還邀請了誰 我還邀請了警備 就是 所謂警總的長官 我邀請了憲兵隊的長官 我邀請了國民黨高層 大家一起來開會 OK 你這個公會大佬的就住在這邊 讓我們這一群軍 讓我們這一群黨政高層 憲兵 警總高層 圍著你 為你說 要不要捐錢啊 對 那 那 想必就是 根本不可能 就是這個 在這種環環下 那些寄出口公會 根本就不可能 出於自由意志 做出捐款這種決議 對 甚至 當時寄出口公會的會員 曾經有 表達過反彈 要求他們的代表說 OK夠了 我們這些會員覺得 這 嫌不是這樣搶的 我們不想再覺得 那 副委員會還 發喊 去 給這些寄出口公會 跟他們說 就不確定是你的自由啦 對 但是呢 呃 警總會關切喔 先兵又會關切喔 國防部會關切喔 對 那後來請還是照捐的 一路捐到民國 一路捐到民國六七十年 才喊停 對 所以 黨產會去 就是藉由 爬出去這些歷史背景 去認定說 當時這些 行事上合法 看起來合法 但是 這個合法背後 是黨國體制在後面做了什麼樣的運作 去營造出這個合法的外觀 讓我們 適合用法律的觀 用行事上法律的觀點 完全無法去判斷說 OK 看起來哪裡有問題 對 那 呃 我 再舉一個例子就好 對 前面有提到一個 前面有提到一個 案子叫 大校大樓案 就是 左邊這個欄的第二個 對 這個大樓現在已經沒有了 材料 他的地點在 中資經營廠附近 OK 聽到中資經營廠附近 大家就知道 那個地段 非常的貴 他在 大校大樓 這個大樓在蓋之前 他原本就是 那邊原本就有一棟大樓 OK 那 大樓裡面就是 進駐的各種 就是 公益社團 甚至裡面還有行政機關 對 那 那時候台北市政府 打算把那種大樓 就是 都根 從 老舊 都根 就是搬修 搬修一下 讓他 可以容納更 就是 容納更大的空間 那 原本 照當時招商的 標準是 慈善機構可以優先使用 行政機關可以優先使用 但 國民黨發現 欸 台北市政府 那邊有個新大樓 我看的 還蠻滿意的 然後呢 他就去要求說 他就 他不是自己去喔 他找了那個 他找了自己手下 我們剛剛提到的民眾服務社 對 他首先是去跟 台北市政府 說 欸 這棟大樓 蠻漂亮的 那個 然後呢 照商標準 後來就改了 改成 你的資本呢 就是你 欸 這棟大樓 呃 我們原來上 我們原來上 希望它是給非營利團體使用的 所以公司不能用 對 但是 我要求 任購自動大樓的團體 你的 你的登記資本人 要有新台幣4億元以上 對 那 在當時 在當時 我們不要說這次氛圍好了 一個不是公司的團體 誰有辦法有4億以上的登記資本人 對 那後來 民眾服務社就 欸 我有 我有起來 而且我不是公司 好 他去 大樓就買下來了 買下來之後 民眾服務社再轉手 給國民黨 對 就是 其實是那些條件的合法喔 對 招牌條件列出來 啊 否則是那些條件的人來 招標 OK 東西也成功 也順利 順利賣出去了 中國 假設到 以合法的系統其實是賣給 私人 這個私人才賣給國民黨 看起來好像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去挖 背後 這個合法的外觀之下 包裝了什麼東西 就可以看到什麼 就是所謂 是如我打不起之運作之後的太陽 對 好 那 所以 呃 我 就是那時候 跟老師簡報 跟老師簡報的時候 我試圖就是用一個 明音圖 對 去 很 直接去說明說 呃 當然會做了什麼事 就是 後面可能 看 沒辦法看太多 是不是可能把它放大了 呃 這樣 可能夠大了吧 對 就是說 當你就是 沒有帶領性的時候 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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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工會 決議捐款 就是 民營企業 就是黨營企業 黨營企業還是民營企業 他不是國營的嘛 對 民營企業賺錢 經營商業賺錢 也沒事嘛 那 呃 這是一個合法 或是 這是政府說 我允許 我允許的財產移轉 看起來都沒有問題 但是 當你把大戰條例 就是 或是實施法制的這種概念 這個眼鏡你戴上去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些 東西 背後的真相 這是背後代表的真相是什麼 那他們跟 黨國體制跟 我想同事的關聯在哪裡 對 那 你所謂自主運作社團 比如說 像救國團啊 復聯會啊 他們就主張說 我是自主運作社團 我不是他的快樂夥伴 你不要亂講話 但是我們待會很近之後 就可以看到說 你復聯會的老大就是 宋美玲啊 宋美玲是誰 蔣介石太太 蔣介石太太 控制團體 講話哪個政府機構敢不聽 對 你救國團老大是誰 蔣經國 蔣經國是誰 太子 太子講的話誰敢不聽 對 那你說你是 民營事業 正當賺錢 但是你是用 控制國家的資源 去溢住你的事業嗎 整個市場 是用你的國家 強制力去營造出來的 不是一個 一般所謂的自由市場 對 你的所謂的 合法基因 你的政府許可的國產已轉 對 是政府許可 沒錯 但是政府背後是誰 對 你的 當你的國有財產局的局長 財政部的部長 財政部的部長 行政院的院長 每個禮拜都被蔣介石叫上去開會 當你的行政機關裡面 黨員 裡面都有一堆 就是每個基金人都有一個黨團組織 每天都有在盯著 你看說 欸 這個 這個裁判人 劉某某 你為什麼不同意 就是我們機構把這筆地賣給 賣給這個 我們這種服務省 或是賣給這個團體 你不同意是不是 他就是 好好喔 我就回去報 回報給我的黨團組織 黨團一直以往上報 看有沒有要不要做人 所以 整個 痾 我覺得 擋展條例 所謂擋展條例就是 處理過去碰到障礙 過去碰到障礙就是 我們沒有在眼睜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些東西 看到右邊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在法律上 因為法律上其實是完全沒問題的 但是這些形式上合法外 會讓我們無法去處理 無法去處理不當當產這個東西 這個留下來奇怪的東西 所以我所謂檔產條例逆襲 就是檔產條例給了我們這副眼鏡 那我們可以去透過另一個視角 去觀察這些不當當產 進而去認定這些不當當產的就是哪裡有問題 去把它挖出它背後的成因 挖出它背後跟當時黨國立體的統治 整個國家機器黨國立體的關係是什麼 進而去認定說它為什麼能當 那我今天的演講帶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主持人 感謝我們藝衡非常詳細地 對於大法官司機所面對的困難 這是什麼 這個困難具體的成因 到底是什麼 跟黨國立體制 到底是 跟當產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怎樣運作 我們覺得 藝衡給我們一個非常 詳盡的解釋 那我們接下來就希望說大家能夠有一些這個 有什麼意見的話可以有一些交流或者是互動這樣 那我們先看有沒有什麼朋友有什麼想法 就是我們那個實力佩服會的 有沒有什麼想法或者就是說有些想法 就是說什麼 這個可能也跟出廣告有點關係 大概講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不是可能跟出廣告表管 但是我覺得有點這問題有點關聯的 黨產也可以使用 所以我就直接問一下 因為之前出廣告傳出問題就是東廠這樣的事件 就是被共產黨來炒作 那這件事情後來就被人說 有點就是說 因為早的時候把黨產收回股價財 這本來是一個就是有關公益的事情 可是後來這件事情不會反正式化變成 那個國民黨就覺得說 這個就是民進黨在針對他們 那這也造成可能這種觀感的死裂 就變成說我們好像不能從一個公共利益的角度 而變成就是你各自的政黨支持者 你支持或反對就是這樣子的行動 那如果我們要推廣 也就是推廣就是說要讓大眾更了解說 我們是基於公眾一個政黨公共競爭的角度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去跟民眾溝通 用即便是可能犯這次的也能夠理解的角度 雖然說這有點難啊 可是不知道有沒有這樣子的想法 類似這種民意圖 就是說涉及到說類似這種黨產的這種 這種這個這個 處理黨產問題啊 或者說轉型這一種廣立的這種 轉型這一種的這種 把這個議題變成了 像公共利益的導向而不是 變成你來去對決的導向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確實好 就是說 一方面主要是因為某某程度上我們都在統一整 就是說我們當然自己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它並不是涉及到這個 特定政黨的問題 它只有在處理對象的時候確實是 處理到特定的政黨 但因為那個柯定的政黨剛好就是威脅的政黨 對這個實在是也沒有辦法 但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但是如果說從這個 我想從這個民意或者說從輿論來看的話 我們就發現 對於這個 黨產議題也好 對於轉型正義的議題也好 持不同看法的 有不同立場的人 應該跟這個 不同的這個政黨立場 那是一個非常大的 應該是也會有非常大的政相關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 這個問題要怎麼樣去解決 或者說怎麼樣去處理 它其實也是一個蠻重要的 未來這個議題要再繼續進行的話 那也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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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節 或者就是說 我們要去關注的一個主題 對 我是 我是這麼覺得 對 所以是比較像是怎麼宣傳的問題 就是 因為 我覺得這些東西的確是蠻 就是要 想 要就是仔細 就是 即便不要太詳細 我們要大概簡約的介紹給 就是介紹完整 就是需要花費 呃 一定是要 一定要文字 或是時間 那 其實很難做到就是 讓人一看就 哦 這樣 對 那 所以我是 我自己是 覺得 像 最近很流行那種 政府喜歡小編 但是 我是覺得黨產會 那小編還 我自己還蠻佩服 對 那 大家有追黨產會的粉專的話 就是可能會觀察到說 當然會其實蠻愛發就是 鄉民文 那這些鄉民文其實 一方面蠻好笑的 但是 然後 另一方面它就可以比較 呃 不找痕跡 比較不一樣刻意的 把 當產處理 把當產處理的問題 融入到那個圖文裡面 對 那 或者是甚至說像做 理因圖這種 這種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 呃 這可能是 要 怎麼讓 就是更 更多的宣傳手段 進入就是 像黨產會這種 機構裡面 對 對 我 我就覺得這個要 平白的宣 就是 平 淺白的宣傳 真的是 真的是很難 對 因為 你要把 就是隨便一個個案 你要把它的前後果脈絡 然後 完整的講個類似 就是你在整個堅減字數 聽起來都還是很多 因為 很難不去講到就是 法條 法條 實用的問題 一定就會有 大家一看到 法條就 覺得 剛好屁次 看起來很難 對 我 我 等一下 我們現場有沒有 朋友有什麼想法 我想問一下 李福松老師是哪一本書 李福松老師它是哪一本書 是文章 是 是 教授的 製作可以 電腦沒有 等一下 我自己 對 所以 所以 你在 那個 講一個 我自己 這段時間以來的觀察 就是我覺得 經過了一個時代的 就是尤其這2014年 降一直到現在的一個 時代的泰選之後 現在還剩下來的國民黨支持者 就是 導致韓國瑜這一趟就是 整個 大舉的 反攻回來 然後 好像讓台灣覺得 這一個 支持者 又在起來的這種感覺 他們有一個 我自己認為還蠻共通的特色就是 就是 我就問 就是 他覺得 現在有一群知青 一直不停的在宣揚說 我們要進步 我們是人權大國 然後我們有很多轉型正義的事情要做等等之類的 但是 眼前看到的這一個 已經歷經了數十年這種國民黨的政治宣傳機器到現在 他們其實就是在營造這種漁民的文化這種系統 你甚至 他們甚至沒有到這張民音圖上面 這個 還沒有戴上眼鏡的狀態 就是他們甚至沒有好好的思考過 我們的文化機器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在那樣子的情況之下 他們一直以來 感受到的是一種很樸素的情感 然後蔣介石是民族英雄 看著李渝那個逆遊而上 這樣子的一個風格之下 我認為那個溝通的斷裂 並不是 你要不要去跟他解釋這個東西 他戴上了這個眼鏡看到 喔國民黨統治的什麼之類 他都還有委屈要幫國民黨報 其實他們那個時候因為在打仗啊 這樣也是很辛苦啊 我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子把他們趕盡殺絕呢 那個是一個已經寫在非常多 有經過戒嚴時期的台灣人的 血液裡面的一種感受 他覺得國民黨是好的東西 他覺得 這個 他當時所做的這些事情 這個黨國議題 這是一個政治事實啊 他們那時候有其 這個 這麼做的必要啊 或是什麼之類 我認為難溝通的地方 是在這裡 而不是我們怎麼去把這些困難的事情 解釋給他們聽的 這個層次而已 然後 你越想要去跟他塞 他越覺得你牙尖嘴利 你就是一個 你就欺負我不懂 我們那個時候的年代 才沒有像你們這樣子的 的 這種 這個屁孩 在這裡 就是 張牙無爪 類似像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 對我而言是很經常在 想要做白花運動 希望能夠納入更多的 尤其甚至是 那些 會被韓文 會被韓文的古噪的韓粉們 之類那樣子的一個 呃 群眾的情況之下 感受到的挫折感 我覺得 那一個痛苦 在這個地方 這些人 嚴格出來 不是他們的錯 因為他們就在那一個文化底下成長 報紙只能有三張的時候 不被允許可以去思考跟接收知識的時候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要怎麼處理當產的 條例的問題 我覺得 才是 關鍵所在 對我來說 我 就是 能夠聽到這些東西 我們當然覺得是非常 呃 深感榮幸 有辦法 注意到這些議題 可是我 真正好奇的事情是 我們怎麼把這些東西 帶回到 那些實際上受到影響最深的 同學嗎 我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剛才也有提到 在耳塵水扁執政的時間 也是有 透過藉由打官司 然後拔劍有收回散劍 那 好 那現在其實 我剛才看了一下不當長的案條例 他其實就是說 不當長的委員經過聽證程序以後 如果認定是不當長的 是很有相關的處分 那處分完以後 也是一樣去打行政訴訟 那在於說 以前和現在 到底他的法律徵典 會不會有所改變 如果是同樣都要 都在剛才所謂 一開始那種法律徵典的話 那當初竟然 國家都說 那現在國家 又沒有可能再說一次 所以這個徵典 我覺得說 不當長的 取回與否 因為他其實只有 剛才只有看到 700多億只有 幾千萬嘛 0.016%而已 那會不會還是 這個還是取破了 會不會有正點的狀 那舊尼徵的漢堡是怎麼樣 首先先回應就是 Yu2的那個 疑慾 就是 的確好如果我們 試圖用 類似這種 就是 這種迷逸的思維去 告訴大家這件事的話 大家的確首先 聽 就是 約聽大眾 要先有一個 要先有一個 就是 下面這些東西是不好的 對 我們才有辦法去 就藉由 大家戴上眼鏡 讓他知道說 其實 我們看到的 沒問題的東西 是下面這些東西 那如果 對某些人來說 下面這些東西 本來就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對 那 眼鏡怎麼戴都沒有用 對 那 這個要怎麼解決呢 就是 我 我也 我也知道 可能 真的要靠 實 可能真的要靠時間慢慢 慢慢 淘汰 蛤 對 像講到有點靠邊 對 這是 沒有辦法 下面這些東西 理解 有些腦子進不去 是進不去 對 好 那 剛剛 就是 法律上的 討論 那 首先 我先澄清一下 那個 過去打官司的 他們 其實總共提了八件 對 那我只 列七件的原因是因為 有一件 最後是用和諧的方式處理掉 是 救國團在劍團的新鴻通通行 那時候跟教育不是用行政契約和諧的方式處理掉 對 所以最後打到底是七件 那 而這七件 其實 就是 贏的 從結果上來看的話 多數是贏的 對 但是 在 如果你就是順 每一個案子 你順著時序 一件一件看起來的話 你會不會很懂 就是 有贏有輸 判決 一省輸 二省輸 三省 好 三省才贏 或是一二省輸 三省贏 然後回 一省又輸 然後打回 打最高 最高贏 然後再丟一顆二省又輸 然後再上最高 最高 再贏 咬牙再贏一波 然後丟回跟三省 才贏最後一波 對 其實那過程就是 如果你的 大家想 大家心裡想的是 阿我想看他贏 然後 再看那個 訴訟案件 勝訴之間 結果勝訴之間的 擺回 其實是很陡 所以 其實 我在看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 能贏 能最後能贏 其實 有點運 說得有點運氣 對 所以 所以 就算是最後贏的案件 你如果把他整個 前後的訴訟 判決權 展開的話 輸的搞不好 還比較多 輸的還比較多 贏的反而是少的 只是運氣好 贏在最後一波 對 所以 呃 所以我的確是覺得說 在用過去的 就既有的法律 民法 國外財產法 這些東西 你要去 論證說 那些財產是有問題 是很難的 那 至於說 接下來 呃 起訴之後 就是我們現在用 檔案條例 然後 國外那邊 看他的考驗的夥伴們 起訴之後 能不能贏 的確不好說 對 但是 我是相信法律 法律徵典的改變 是有幫助的 理論上是有幫助的 因為 會改變在哪 因為 因為如果是 像過去的 之前是說 取國的程序 合不合法 這些事情 那現在是因為 他是被判斷 現在其實是 他 經過聽證程序以後 直接就是判斷 就是檔案會直接判斷說 這些是不當檔案 對 那他 會變成說 細文的整個 真點的最重要那一塊 到底他的轉變 是從哪邊轉變到哪邊 這個部分 如果是現在的話 就會變成說 他們要去 炒 會炒 符不符合 不當檔案的定義 那 符不符合不當檔案的定義 你在審查的時候 你 沒辦法回避去討論說 到底 當初的取得 有沒有 沒有背於更上位的民主法制圓 這個時候 因為 像我們在討論 就是過去 為什麼會 只能爭取 著重在程序上的這些討論的時候 我們 對於黨國體制的 這個想像 這個要素 是進不去法官的判斷裡的 對 但是 如果我們要炒的是 符不符合這個定義的話 就有機會進去 對 那 至於進去 所以這樣才有逆行的可能嗎 對 對 這是可能而已 如果這個新的 新的關聯沒進去的話 其實就有解釋 從程序 法律程序上審查 還是要程序合法 對 那 就 就收不回來嗎 即 呃 不能說絕對收不回來 因為 像 最後黨委會認定有 某一些是 行為當時 就違反當時舊的法律 對 只是說 呃 我覺得 處理不當黨產 你一定得讓 對過去的政治情思 政治背景的了解 進入 這個思維去進入 法院的判斷 去進入 去考量到這一點 那 過去 如果沒有黨產條例的話 幾乎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 因為法律 法律綁死在那邊 我不是 我不認我完全不可能 但是你很難找到途徑 把 說服法官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但是 如果我們現在把 重點放在說 財產的取得 有沒有 背於民主 所謂民主法治方式 有沒有背於 呃 政黨政治原則 這些 東西的話 就更有機會讓 黨國體制 讓過去物件統治的 這個考 這個要素 塞進那個判斷裡面 那 的確 判 就是我們要求法官 要去考量這件事 法官的判斷是什麼 不好說 尤其我們看到 呃 黨政條例的事件 是由 很多的法官一起提起 這些法官 理論上 人都還在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裡面 將來處理 加上會跟 國民黨案件的 還是這些法官 對 所以 呃 如果我們從 就是 提起事件 去判斷去認 判斷說 好像 有不少的法官 對於 黨產條例的態度是不友善的話 那這些法官 這些法官 又還在法院 又還在法院裡面 甚至還在 會審這些案子的法院裡面 那 的確 對於 就算我們現在有 黨產條例 就算我們現在 塞好了這個框架 這個定義 我們塞好了戰場 那法官 會怎麼去 斟酌說 服務符合 所謂 違反政法政治啊 違反民主法制的原則啊 不好說 真的不好說 對 那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樣 相對於過去 已經是 呃 很有進展 那個 我要補充一下就是說 我補充一下就是那個 上禮拜那個 事件 然後 這個 我補充一下 就是那個 曾正明大法官對 這一號解釋所提出來的 不同意見 書裡面的話 我 我 我簡單的給大家唸一下 他說 當司法者以及行政機關 激情 激情以高舉轉型正義大度時 我 我覺得 好像有一些國字 我本來就怎樣說 欸 大法官不但不應該接棒揮舞 而因 中立冷靜的檢視 在轉型正義外包裝下 黨產條例規定對真正應受追究之當事人 有無愉悅 理力原則 對實在無辜之一三人 是猛 株連舊主 我的意思是說 呃 我覺得 這個 關於這些 各種進步議題 如果我們這個 就是說這個應該算是廣立的進步議題 理念的推展 當然就是說 某一些宣傳 或者是說 某一些這種 宣傳的所謂的 精進或者是進化 我覺得當然是非常必要 但是 我 另外一個方向 我也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有時候 也要把這些東西 當成是一種 民間的競爭 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說 我們 我們 就 啊 這就是 這個就是 國民黨 然後 我們就 就 就 對 就是說這個黨的體制 或是什麼 當然是不好 可是我覺得 更重要的問題是說 類似像這一種 涉及到 具 理念上面 很具體的一些事 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 行政機關 是同一性的 類似像這種東西 一個行政機關 能不能過去做了一個決定 後來又做了一個 不同的決定 類似像這一種 這一種 關於這一種 法治理念 或者是說法的理念 這一種 論點 我覺得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主題 比如說像這一號 四日出來以後 當然有些人評論會說 轉型正義的理念 它被拿到了一個 那個 被拉到了一個 憲法位階 可是 也有人認為說 有些人會認為說 這是不是這個 未來這個轉型正義的理念 跟這個法治國的理念 就是 如果我們認為說 這個 某種程度上 這個法治國理念 可能是 不數字紀王 或者是說尊重 就是我們當 其實在這些 我們在這些案子裡面看到 這些 它裡面所闡述的這些 我們可以說 這是法律的限 我們可以說 這是法律的限制 可是 我們不能夠 因為這對象是普民黨 我們就認為這些理念 或者是說 裡面所提到的一些 關於裡面的東西 這個 這個 這個裡面的東西是 不對的 或者是說 對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我們今天 而談這個 黨產問題 然後遇到這個 四字的狀 這個 已經把這個轉型正義裡面 放進來的話 那這個轉型正義裡面 跟這個 這個 法治國的理念 這些東西 它要怎麼樣 這個 它有可能的衝突 或者是說 怎麼樣去 調和這些東西 可能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 蠻重要的主題 就像那個 義修的這個論文 其實他剛剛說他的副標題 不太願意 因為太長了 所以不好意思放上來 其他副標題就是 那個叫做 實質法治國的理念 就是說 這個當初東德在處理這個 政黨法裡面所談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實質法治國的這個 這個 那是這種裡面的 這種論辯或者是說討論 其實對於進步議程的開展 其實它也是相當重要的 它不是只有一個說好像立場 只有認真的面對這些東西 它是背後所闡述的理念 我們才能夠避免說 現在這些衝突都只是政黨的競爭 或者是說政黨短期的 在某一些議題上面的政治攻防 這樣子 對就是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有時候說這個憲法 但憲法到底是什麼 憲法有時候可能就是這些這種 這種公共的論辯 公共理念的論辯的這種結果 比如說 對不起我太長了 真的 比如說以前那個美國人大法 也會判決說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就是說 如果說 我舉個例子來說 對 現場如果有這個 專統美國法 等一下也可以執政 比如說 雇主能不能夠限制說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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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雇用黑人 曾經的大法官 不是大法官 曾經最高法院的解釋是 我黑人 因為這是你的市場自由 這是你的契約的自由 那現在可能就有 因為現在 現在後來 後來 後來呢 這個當然會認為說 類似相聽的這種 這個 這個法學上面的字眼 叫做可疑犯愁 就是說 你這個犯愁本身 你把一群人 就叫做黑人 這個犯愁其實是可疑的 你不能夠 在你的這個 這個這個 社會經濟生活裡面 去把它排除 那這個東西其實背後就是涉及到這個 你 我剛剛說的這個理念上面的衝突 你這個市場的自由 契約的自由 跟這個所謂的這種 人權的理念中間要怎麼樣去寫 然後在什麼 神度上面我可以 跨過這些東西 其實也許這些東西看起來像是很高深的法理問題 但我有時候覺得其實他 其實就是 有時候我們就是 我常常覺得說 我們要談理念 其實理念 理念就是我們對世界的想像 或者是說 我們對世界 或者是說 我們認為這個世界應該要怎麼樣 能運作 以前的人 可能覺得同性戀 或者是說這個同性戀 同性戀是 覺得 不行 現在 除了我們慢慢可以接受以外 是另外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為我們 現在有一個理念 有一個法的理念 告訴我們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態 從而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想像 這個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好像講太多 我們現場還有沒有朋友 有什麼想法 也可以大家聊一聊 這樣子 那個 玉兔 對 順著 很遇合 這樣子的分析 我也想要問 就是在 用訴訟處理 黨產議題的時代 當然 我們看到幾個說 包含登記為空白這些 就是 其實很明顯是行政機關就是要放水這些事情 不過 除了除了之外 我沒有很仔細的看過所有這些相關的判決 不過例如說 他後面 有講到這個 對不起 剛才那一頁 他在講的其實就是有點類似 行來保護的概念 就是 他行政程序本身是會進周全的 可是 已經已轉到這個 看外表看起來 是第三任 並不是國家 並不是政府 也並不是政黨的單位的話 那這種情況之下 不能隨意宣告他是無效的 不然就沒有辦法保障到我們的人民 那當然我們一般平常去看行政法的時候 都講到其實是國家權利啊 你國家做了這種做事 你不能因為這樣怪到人民的身上 針對這一些法官的判斷 我不曉得講者是怎麼樣看的 如果去看我們的法律原則 適用在這件事情上面 沒有當產條例的情況之下 我好像有一點會覺得說 是不是 有沒有更好的解釋方式 可以讓黨產在訴訟的架構裡面 被好好的處理 或者說事實上 他確實就是一個極限所在 假設你是法官 你會用什麼樣的理論來看這件事 可以順著應付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想這個法律系的 或者說法學界的朋友 可能比我更熟悉 就是說我們一般都會認 我們都會知道說 行政法院立場是不是比較好 那比如說之前一些訴訟 其實都會發現 行政法院在特別是關於 立事黨產的意義上面 他們相對來說是非常保守的 那現在有這一套的勢力出來 有沒有可能會稍微改變這個行政法院的 這個態度或是 是 是 如果只是說 有沒有可能有一點點 這個變動的可能 這樣 對 您您您請 好 那首先 遇出一個問題 如果 所以你的問題大概是 如果 只能用過去的法律框架的話 想去處理這問題的話 該怎麼 有沒有辦法去論述 對不對 嗯 我大 如果要我講的話 我會說 的確 原則上 國家所做出的行為 必須 必須要是 人民 人民的信賴 原則上是必須要保護的 對 但是 但是 在這個個案裡 至少在這些個案裡面 國家跟人民之間的關係 並不是我們 一般行政法所預設的國家跟人民 對 背後有一個 可以說是 類似上下交響節的 一個結構存在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時候 呃 這個人民 並不是我們一般法律所預設的那個 相對於國家權力的人 他是 跟國家權力的運作 非常 可以說是 可以說很大時候在同一個陣線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他 有沒有資格 受到 我們一般法律理論的 適用去保護 我覺得就有 就有疑義了 或者是說 呃 像 也是有很多人說 欸 有人說的確啊 那個 國家 人民的 合法信賴 國家 法律理論上要保護 對 但是 就會有人去指引說 欸 這個 人民的信賴真的是 合法的嗎 對 如果你今天 可以一手控制國家做出某些事情 再一手控制 你的公司 照著這個 照著國家的規定辦事的話 這個公司對國家的信賴 真的是合法的嗎 對 那 這個是硬要用 就是 自己有的行政法理論去解釋的話 但是 這樣解釋起來 首先第一個會 很硬 對 很難 就是 講 就是你很難講的 呃 我就覺得講解怎麼講就是有點聲音 對 再第二個是 你 無法迴避的問題是 你還是要 去 問問說 為什麼那個信賴是不合法的 當你被尊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還是必須得去回答說 因為 當時的背景是 所以 那個 黨國體制 那個問統制 那個 對於過去的歷史的理解 無論如何 它 只要你想試圖去 用更深的 用挖的更深的態度去處理這個問題 不管你從 我覺得不管你從 一般法律理論去切 或是從傳統的法律規定去切 或是從你 呃 檔檔條例這種特殊的立法去切 你都無法迴避去 討論這個要素 只是說 過去的 法律 在過去的法律 的條文之下 比較 司法者或法官 比較有機會去迴避這個問題 這個要素的討論 那 藉由檔檔條例 把討論框架 他綁死在 呃 有沒有違反民主法律規定的法律規定 這個條文 我們讓法官更難以迴避去討論這個要素 對 那 這個也可以 某這邊可以接到剛剛就是 遇合的問題 就是 大法官解釋的態度 對於 法律會不會有影響 我們先 撇開 就是 法官可能既有的政治立場的話 我覺得是 會有影響的 為什麼 因為 大法官解釋 如果他有看 那個理由 解釋理由素的話 他在第一段 大法官首先 他 不是 一開始就跟你去講說 啊 為什麼 這個 法不素形性法原則啊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個案不符合 為什麼不符合 那 這個 我現在要討論什麼法律理論啊 這個理論是什麼內容啊 這個個案不符合 為什麼不符合 他不是直接去討論 他第一段先 花了很大的篇幅 跟你講 法治背景 法治背景的介紹 然後 在 大法解釋 在 這段解釋的 那一段 法治背景的介紹裡面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說是 我國的司法者大法官 第一次 在 大法官解釋裡面 去直接去指明道信 就是說 過去就是 威權統治 這個 這個 歷史 這要說歷史的解釋 或是 對於過去的法律背景的解釋 是 過往沒有說 沒有出現過 從來就沒有用 如果說大法官這種 這種角色 這個位置 去對於過去的法律背景 當時的政治情勢 去做一個 定位 這件事從來沒有過 對 既然這件事 如果大法官已經綁死 假設我們 說法官的見解 理論上要 根據 憲法 大法官解釋 司法院解釋 憲法法 解釋的見解拘束 全國各機關 法院 理論上法院 應該要受到大法官解釋的拘束 假設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那 司 會來的 呃 法官在屬於當上條例的 案子的時候 他對於過去 過去的 理解 會不會受到大法官 解釋 比如說第一段 花了很大面負性 法治背景的拘束 我覺得這件事 非常值得觀察 尤其是 如果我們把 現實能源擺進去 當 這個法治背景的理解 跟這個法官 本身的 史 史官 的思維是衝突的話 他要怎麼去 除 他要怎麼在 自己的 對自己的歷史解釋 跟大法官的歷史也是衝突的 這個情況下去 寫判決 在怎麼在判決 去論述說 過 呃 解言之前 是個什麼樣的政治背景 我覺得這個 非常實際觀察 也非常有趣 但是 呃 要我都 只是如果是問我自己 個人性證的話 我 沒有很樂觀 對 現在還沒有 的確現在完全 現在完全沒有就是 呃 完全沒有過判決 因為 所有黨產條例的 案子 被起訴之後 就停留在台北口的行政法院裡面 法官 都 全部 全部的審判都 程序就停止了 對 沒有一個 案子做出判決過 因為全部都是裁定廳裁定廳裁定廳裁定廁止 或是 沒有裁定應該是實施停止 等著 大法官對於黨產條例 是不是違憲 做出解釋之後 各 做 接案的法要裁定去辦 對 所以 現在 這也是在寫這個論文 很有 就是 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 因為你完全沒有 新的判決可以去 對 就是 黨產條例出現之後 法官 對於適用黨產條例的 態度是甚麼 完全 一個案子都沒有 完全沒得用 對 一個判決都沒有 所以 這的確是 未 未來 就是 呃 非常值得 非常值得關注的 也很有趣味的地方 對 這個我剛剛 突然想到了一個 一個問題 就是我當 當初在看這個判決書的時候 不是判決書 這個 視線文的時候 其實有 其實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 我讀起來就是有一點怪怪 但是又覺得 除了覺得他合理之外 但又 不免覺得他怪怪的 讓我現在終於想起來 那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 這個 這個 我快速給大家唸一下 他說 政黨因為黨國體制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那個黨國體制 然後 或非常時期結束後 平時正優勢以違反當時法令 或自由民主政治秩序的方式來取得財產 這些都是算是對於在黨產問題上面 就黨產問題上面對黨國體制的定義 這些都是 接下來 導致政黨競爭機會的失衡狀態 我後來在想 我覺得怪怪的部分就是在這裡 就是叫做 導致政黨競爭機會的失衡狀態 應該這麼說好了 就是說 首先我們願意承認說 如果一個政黨他擁有 他能夠因為他的職政優勢 而不正當地擁有一些黨產 這件事情確實是會導致政黨競爭機會的 這裡說到的政黨競爭機會失衡狀態 但是反過來就是說 這個 這個黨國體制他所造成的 對於自由民主國家所造成的負面的效應 難道就旨在於政黨競爭機會的失衡狀態嗎 這是我的一個禮物 當然我認為要訪問這裡是選擇了一個比較安全的解釋 就是說 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安全的解釋 安全的討論對於 或者是說對於所謂黨國體制 它所造成怎麼樣的效應 做了一個比較安全的解釋 比較大家可以接 理論上應該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解釋 就是如果有一個黨 如果我們就不管特定政黨 如果現在在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當中的政黨競爭當中 有一個政黨他可以不當地擁有某一些黨產的話 確實會造成這裡所謂的政黨競爭機會的失衡狀態 但是 就像我剛剛那個問題就說 這裡面等於是把這個黨國體制所造成的 對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所造成的這個負面的效應 奉在所謂的 當初的熱戰政黨競爭機會的失衡狀態當中 那其實 我在這裡我就會是覺得 鬼點 是不是 除了它是個安全盤之外 但我們也不免覺得它是不是太安全了 這個 我這個問題我也是 也是我一個有感的發達 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同一層裡面 大家在討論 討論一些事情的時候 常常就是 不管它 不管什麼壞東西 全部就是黨國體制 但是 問題來了 我們到底對於什麼 叫做黨國體制 或者是說 這個 這個 這個黨國議題的 這個黨國體制 到底 這個東西它到底是怎麼樣願意做的 然後 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會發現 不管是學術界的研究也好 或者這個 理論上學術界是應該要提供更多 對於這種 理論上是應該能夠提供對於這個東西的一個更清楚的圖像的拼湊 可是 其實學術界好像不太做這個事情 就是說到底 包括說我們前兩天 上前兩個禮拜在談那個 那個 校園的轉型正義問題的時候 比如說 也會遇到一個困境 就是說 我們對於當時 這個校園裡面 它的這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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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的部件 或者就是說這個 黨國權力在校園裡面願意做 它的這個網絡到底是如何鑑定 其實我們到現在也是完全不清楚 你說這個 這個 這個現在的立委 他們發現 他自己都還不知道他其中考 被當掉 但是這個 這個 現任已經都寫在這個報告裡面了 類似像這一種 網絡是怎麼樣的部件 這種 其實它也是這個黨國體制的一部分 就是說黨國體制在具體的場域 也就是在具體的場域 就是說校園裡面 它到底怎麼樣運作起來 然後 我們理解了這些黨國體制之後 的這個具體的 更加理解這些黨國體制的具體 如何運作之後 也許我們還能夠更能夠去談 它到底對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它的傷害在哪裡 而不是一個很形式性的說 它會造成政黨競爭的這個公平機會的這個 這個失衡的狀態 這種 這個 我還是要再強調這個解釋 當然是很安全 但是 是不是有一點太安全了 這一點我就會是覺得 也許是 不是大法官的 我們可以再去做一些討論 或者是說再去做一些思辨 有沒有 這是我當 單純就是 突然想到當初在讀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覺得 有一些部分好像覺得 有一點點 這個 這個 所以突然有感人發這樣 對不對 我會覺得 提到就是 指標政黨財產 是因為 大法官在這個案子要處理的就是 針對政黨財產去做處理的大勝調理 所以 從這個角度去切 去切入說 為什麼 因為它必須先去回答 它為什麼要處理黨產 對 那它必須要把 黨產跟政黨競爭 這個更上位的 憲法的要求去牽起來 所以 才會去 才會去認真 才會去說說 那個因為 政黨財產 對政黨之間共產是非常重要的 好吧 但是 我 我 沒有 我不會 因為 我不認為說這大法官是會局限在 只有 黨產會很長 政黨的競爭 對 我覺得 應該沒有這麼 我覺得他們大法官理解應該不會這麼下 只是 因為這個個案是討論黨產的 所以才去說 啊 黨產會 跟政黨財產真的有關係 對 那 那 我剛才一方面有說的就是 對於黨物體資料怎麼 是怎麼去運作這件事 相關 因為其實我在這本論文的時候 就是 呃 我必須去 回答這個問題 我必須去 某個程度去回答這個問題 對 所以 就是有去看一些 研究 所以有到說 我是發現說 的確 近年對於這個東西的研究是比較 現在比較遠 現在比較沒有在 對 現在比較沒有 但是 在更早之前 大概在1990年代的時候 當時有 一 我覺得有 幾乎可以說是 一整個世代的政治學 研究者在做這件事 而且做得非常的 我覺得做得其實還蠻全面 對 對 那 當時的名字就是 講出來大家可能就是 非常噁心的想 林佳龍 陳明通 吳建銘 吳奈德 這些 這些 現在看的 現在不是 政壇要求 而是重量級學者 這些 當時他們在台大政治 一個時候 在 那一整個世代 幾乎都圍繞著 黨國體制的運作 在做研究 對 比如說 陳明通 那個 陸委會那個陳明通 當時的 博士論文 是不是去解釋說 黨國體制的 扎根 的 根運作 和 跟台灣的地方派系 有什麼關係 吳建銘老師 是從 社會運動的角度去寫入 去討論說 在 威權統治時期 社會 動員這件事 是怎麼 跟黨國體制做不動 或者甚至 呃 廣言軒老師 他是 他是從社會控制的角度 他的說實論文去處理 國民黨藉由 是怎麼藉由控制 各社會領域團體 比如說 救國團 比如說 婦聯會 比如說 各個 公會組織 什麼 國民黨是怎麼藉由控制 這些社會團體 去達到控制 各個社會各個角落 的 目的 對 所以 其實在那個時候 呃 或是像 林嘉隆 他當時的說實論文回答 他去處理的問題是 國民黨的支持者到底在想什麼 到底在 在哪裡 對 或者更 立 就是更結束更有名的 像 吳乃德老師 他 在 芝加哥大學的 博士論文 他的主題是 國民黨作為一個 外來 外來政權 作為一個外來統治集團 他是怎麼 跟台灣本土既有的地方派系做結合 他是怎麼用一個 怎麼以一個外來的姿態去 去 善用政治 尋到所謂的侍從主義 去控制台灣 去控制台灣的政治跟 地方社會 對 所以 呃 我在寫這文論文的時候 其實 在 也在 就挖這些文獻 在挖這些文獻的時候 我還蠻 覺得 看見一些新世界 就是 因為我以前也對於就是 當然 打不提是怎麼運作 比較沒有那麼 比較沒有那麼了解 那是藉由這些 可以說是先 先人 他們做好的研究 去建構出這本 才去 去鋪陳出這本論文 這本論文對黨物體制的 描繪 對 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 對黨物體制的運作 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 用這幾個 用這幾個名字 去找論文 去找學習文獻 我覺得 一定會有所謂 陳明通 林佳龍 這幾個名字 對 就自己很好奇 就去找到對 這個 挖出來的東西 真的很有趣 好 好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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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輕人 寫這種 魯魯的套路 從他的這個 介紹之中 感覺到他 應該是 樂於其中 這樣子的感覺 不知道對不對 對 那 當然這是我 天靈的成熟裡面的感受 但是我 真的想要請教你的 你的明天 會繼續這樣子 樂於其中嗎 不是啦 因為 類似這種東西 都是做完以後 都會覺得自己樂於其中 他在做的過程當中 都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們也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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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從 從人的 深的辯證裡面 想請教你的是 你的明天 你還會如此的樂於其中嗎 這個問題 OK 你這樣會不會 為什麼我會這樣請教你 因為我所看到的就是說 其實你也看到 過去的 所謂 擁有行政權的人 對 對 完成 這一回事 是 怎麼樣在 玩法 那 我好奇的是 你知不知道 這個 擋場會 是 殺手 還是保鏢 或許你沒思考過 那我為什麼要請教你這個問題 從 新的四線紋 出來了 當然也提到了 可質疑的地方 那 其實 該真正質疑的就是 黨跟國的關係 那 對我而言 這一個果 從 1949年的 中華民國 到現在 2020年的 中華民國 沒有變的 是不是這樣 那 變的是什麼 對 完全這一件事情 環環的 人 是誰啊 可能你會看到 推推推推推到一個頭頭 叫做蔣介石 那現在呢 那在蔣介石當下的黨 我的認知如果沒有錯 他的名字叫做 中國國民黨 那現在 頂替蔣介石的人 他的黨叫什麼黨 變了呢 但是他的掌權 可以去玩錢 跟他有能耐去玩法 都可以把大馬關叫來說 最近快樂嗎 晚上要不要陪我喝咖啡 我認為 這個才是問題所在 那他們玩的那些錢 到底是誰的錢 因為你做這樣子的 專論的探討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那些錢 那些錢到底是誰的 你有沒有去探討過 然後只是看人家 怎麼樣在玩法 在玩錢 然後那一些法 都是這些完全的人的保鏢 這個保鏢的性質 這個黨場會的角色 如果他對你而言 如果那錢是你的 他不是殺手 而是過去犯罪者的保鏢 那對你的利益是在哪裡 這個在你的論文裡面 你有探討到這些面向嗎 我覺得 我還是讓你一個問題 我就說 你要去真正看到問題點 人家在玩什麼 人家是在玩錢 那那個錢是誰的 誰的錢被玩 萬一那個錢是你的的話 你要這樣子被那一些 可以利用法去玩法的人 繼續玩你的錢嗎 你的論述的過程裡面 你有把這種東西 寫出來嗎 尤其你們這些新生代 對不對 上一代的罪惡 2021年 你還要活 如果說你還要活下去的話 2021年 你的錢會不會這樣變得比較晚 你有沒有把它凸顯出來 讓你的這些新生代看到問題 好的 可以那個 我想接續 剛剛就是他那個 就是那個大概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基本上 我覺得在邏輯上 如果說我們用一個比較理想性的概念來看的話 我認為是公分私的概念 那公的概念的話 我們就反昇問一個問題說 台灣至少1989年到現在 或說我們有了這個憲法的結構 縱使他是動於他的時期 或說政治更早 有了這個日本人的統治的現代化 那我們到底懂這個結構到什麼程度 對 那如果說晚近一點好了 我們1990之後 我們漸漸的一代的人享受了這樣的一個 或說我們練習了這樣的一個制度 我們感受了這樣的一個制度 我當然同意大哥所說的 就是法可能某程度 多數的台灣的人民可能都覺得說 我沒有辦法玩法 但是我看你們在玩法 所以我心中有無可奈何 但這個想法就是一個 在我自己的比較主觀的概念來講 這就是沒有公共性所造成的結果 就是一種在演化上面來講的話 就是當這個社會 在我們沒有一個公 所謂的公共性就是 我們就像今天的那個武漢肺炎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要保住的叫做安全 所以這個公共性就有出來了 所以我們會願意戴口罩 我們會願意犧牲一些東西 我們為了保全一定的安全性 我們最低的生存的空間 我們要被保障出來 在整個武漢肺炎的過程當中 台灣人民其實實現了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就是 我們去由一個最低的生存的一個需求 而架起出一個公共性來 而且我們也會理解到說 這個公共性我們必須要 投注在裡面那個公共性的特色是什麼 那我認為今天這個黨產條例 本身就是錢跟法的東西 包含說剛剛大哥影射了 對於說這個民進黨 未來或現在的執政黨 或說whatever以後在台灣的政治 制度的運走的過程當中 任何走上執政黨的狀態 是不是都有可能重蹈 以前黨國的覆徹 我認為或不是這一篇論文 有辦法處理的東西 那當然可能如果作者 他就是心懷著然後很想要處理 我覺得當然沒問題 但是在這一篇論文裡面 我覺得就論文的白紙黑字 我不是作者 我沒辦法謙約他回答 但我相信在這個白紙黑字當中 要回答這件事情 可能必須要有社會學的出動 跟另外一些角度的看法這樣子 但我覺得事實上 台灣人民是有在實際的 這個公共性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公共性就是 可以讓我們有看到一些可能性 然後剛剛說的玩錢玩法 那是一種人性 所以我並不需要去覺得說 他不應該存在或應該存在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最後 要再做一點簡短的回憶 然後你們就 嗯 所以剛剛把這位答案 你的意思是 就是 處理黨黨這件事的 共共性 目前您覺得加不起來 民意上比較不一樣 對 就是 那所以我可以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問題 讀為說 這件事 這個議題的 影響跟人民的感受之間有一段距離 就是人民感受不到說 比如說我今天 很 以肺炎來說 我有具體嗎 大家不戴口罩的話 我就會上標 那以台灣議員來說 你們感受不到說 你今天不去處理的話 我會有什麼損失 對 大哥你們可以一直這樣嗎 對 那 我覺得其實這個好像 這個 這個距離 應該存在 但是我覺得這個距離 並不 只存在於 這個議題 我覺得其實 如果我們把 這是 呃 基本上就只 基本上說的是拿政治的問題 對 然後都會有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 比如說 呃 比如說 2011年 就是 我們通過 政黨法 我們第一步 政黨專案法 規範說 政黨的財人 必須只能用其中管道 那 如果我們 今天出於拿一個論文說 你覺得以後 把政黨的財人 限出來這幾個地方 對你有沒有什麼影響 然後好像大家都會覺得 呃 沒什麼感覺 對 所以 呃 我覺得大家 你的疑慮好像可以 就是 就是 放得更 更寬 就是說 做一個更寬的訪結 就是說 我們現在 呃 在我們的討論如何 建 假設我們就是 大家現在想說 我們要怎麼把台灣的 這個政黨政治 弄得跟民主的健全啊 弄得更 就是 結跟民主的理念相符 弄得更 呃 結制國家權益 那這件事 好像跟 一般人民 就是一般老像 不覺得這件事有什麼重要性 對 感受不到這個重要性 對 那 呃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 可以從一個 可以從 就是用黨產處理的經驗 可以去 做一個小 我現在有沒有回應到 大概沒意思 就是 呃 在 我回推一下 在 回 這邊 其實在解嚴之後 第一批到出來去質疑 在黨產的人 就是 就是 像我這邊講的就是 商業雜誌跟 經濟學生 其實不是 學政治或學法律 第一批到出來是學 是做商的 甚至是 不是學者 是商業雜誌 他們那時候 為什麼會跳出來 為什麼會這麼 跳出來呢 因為 黨營事業這些東西 用 用 不好的方 用不正當的方式 壟斷了市場去掛 獨佔或寡佔 嚴重的影響 當時這些經濟發展後 崛寫中產階級的利益 那 對於這些 做商的人來說 黨營事業的存在 跟他們的 對他們的影響 他們感受非常直接 所以 解嚴之後 第一批跳出來 第一批跳出來 就是 其實是 財訊和商舟 這兩個雜誌 他們做了 很大篇幅的段情報道 去 揭露整個 黨營事業的版圖 那我在 在我看到這些實況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有趣 就是 我以為 因為我是學法律的人 我以為第一批跳出來 的人 會是 法律學者 政治學者 社會學者 但是不是 第一批跳出來喊話的人 會是律師 法官 不是 第一批跳出來的是 你黨官我賺錢了 對 其實 我覺得黨產所謂的這個發展 好像其實跟 大陸你剛剛的講 角度 有一點點貼合 就是 第一批感受到 第一批跳出來喊說 有問題的 這些 民間 民間的人 不要說 而且他們其實跟政黨的意思 完全幾乎沒有關係 我就是 想做 我只是生意人 我只是想好好做生意賺錢 但我今天 第一個跳出來是 因為我覺得你擋到 我覺得你的這個 擋到我賺錢 而且是 我們以 一個資本主義 自由市場的預設來說 你阻礙了這個市場的自由流動 阻礙了這個市場的自由競爭 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 大陸你 呃 在意的這個現象 好像其實在 擋產 處理的過程 這 如果把這張最具擋產 處理史的話 在這張過程中 其實 很接受的地方 曾經發生過這件事 那 這好像又可以跟就是說 呃 一個 社會 很多學生都會說 我們先追 所以 是 必須先有 眾產階級的崛起 他們先有了錢 之後 人的需求 時間機變滿之後 才會進一步去追求 政治選立 假設我們把這當作一個歷史進程的話 我相信 呃 我覺得這感覺會越來越強烈 對 就是說 過去可能 大家覺得說 阿你打到我賺錢 所以我才有危機感 我覺得 在台灣 就是如果 如果台灣 去往民主上話 入境邁進的話 我就知道 有一天會出現說 大家聽到 呃 那這個是哪錢 用 現在政黨 沒辦法做到的方式 拿了很多錢 而且還在 那些 會有危機感 對 我相信這個 對於危機感的敏感度 會隨著就是 就是民主生化的 民主生化的時間 推進的 越來越 敏感度越來越高 我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 像我自己的新路歷程的話 呃 我是1990年出生的 就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 完全就是 真的完全就是過去式 這輩子從來沒有經歷過 對 但是 我第一次接觸到 這個東西 這些 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那時候光看著政黨 才報 才 就是 那個報告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不知道 就是 呃其實從 十年前才開始 就是別人的福祉就在推 就是政黨 要每年 申報是他的財產 對 到現在 就是累積了大概十年左右 對 我光看著那個 在我還沒有意識到 這是一個問題的時候 光看著那個報告 都覺得說 欸我好像 從小到小都以為 台灣是 兩黨政治 兩大黨都來都去 那我一看這個報告 講說 為什麼 其實那些黨的 財產是 兩百多億 那另一個才 欸 三億四億七億 對 這邊一年虧損的 虧損的錢 可能 一年短 就一年就虧個十一 那個錢從兩百 幾十一往下掉 到現在升一百八十幾億 就每年都 十一左右再虧虧虧虧虧 那這個 每年虧損的錢 都可以來成立一個 新的法律黨 對 我就想說 好像哪裡怪怪的 我才開始有一個 我也是敢說 等等好像 不太對我 我認知的世界好像 不太對勁 不舒服 對 所以我覺得 呃 這個 不舒服這個 敏銳度 我覺得是蠻 蠻有 我的感受啦 這當然沒有任何許用 我是學法律 我真的不是學知識 這所謂社會 您剛剛提到 您的觀察很正確 這很 可能需要社會學的 那個研究 但是 我自己個人的 感受是 呃 對於這 對於這 在對我這個時代來說 從聽到這件事 的確是 我會有危機感 對 這是我自己的心路一程 有沒有要跟你分享一下 謝謝 我覺得公共性這個說法非常好 就是說 其實公共性 那其實 也沒有感覺這個詞 好像聽起來高大上 就像我剛剛說 理念其實就是我們 想像世界 或者是說我們認知這個世界的方式 那公共性其實也 也差不多也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 對於我們這個世界 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有一個想法 有這個東西 然後有這個想法 我們就會認為 有些東西 不單純只是說 在一個特定的時代 或另外一個特定的時代 是誰 誰在賺錢 然後誰在 然後可能到另外一個時代 誰就賺錢 這樣一個單純的一個問題 他就會讓我們去思考說 是不是有某一些 這種公共性的具體的東西 可以呈現出來 那就比如說像 就是說 像我剛剛提到為什麼 對於這個大法官把這個 這個黨的體制 然後把他這個 這個最後的結果是 就是規矩於對於這個政黨競爭的 公平的影響這一點 我覺得有點不太舒服 就你剛剛用詞 就是不太舒服 你不能說不太舒服 就覺得失誤也太安全了 其實現在有這個 在反對這個黨產的 這個有愉快的說法 就是說 你看 共民黨的 你剛剛說的 200多億的黨產 選舉還是會輸啊 為什麼我們要去做這件事情呢 對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看的只是單純的一個 一個政黨單純只是政黨的輸或贏 選 成與敗的話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在 黨產這件事情所涉及到的 公共性的想像裡面 可以再更多種一步 我們一定要去擺脫這種 我們就是要擺脫這種 單純政黨競爭的這種 誰輸誰贏的這個 這個框框 我們才能夠去想像這個 黨產問題也好 黨國體制也好 它的公共性可能會在哪裡 更深入的一個想像 對 我覺得是這樣子 那我們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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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之前 我來之前 又有跟我提醒說要注意時間 但是我們 所謂注意時間 今天就是要在九點半之前結束 但是 所以說不小心 沒有沒有 我話太多了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人少少的 有時候可以更深入的 更深入的 或者就是說更激烈的交流 都是非常好的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暫時 那個活動就到這邊結束 那當然之後大家可以留下來 做一些私下的交流 或者是說討論也非常歡迎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也謝謝易修 謝謝 謝謝大家